我们现在跟刚刚谈到第四节 主应变 这个是应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现在前面已经讲过 针对一个受力工作界 任何一点 如果我知道了位移场 我可以找到这一点 算出这一点的API接 它的应变 然后这个API接 然后知道了这个以后 通过这里的任何一个方向 假定我知道它的方向余弦 我就可以找出 这个方向的工程应变 我们现在把这个方向叫做 E sub n 工程应变就等于根号 两倍的 m 加1 然后减1 这个m就是API接 Ni N接 然后我们在这一节就把它简单的写作叫做 E sub n 也就等于是说 我只要知道位移场 通过任何一点的任一个方向 我们都可以算出它的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那现在问题是 那现在问题是给我一个N 一组N 我就会算出通过这个点的有无数多个方向 那到底是哪一个方向的这个值最大 这是我们最有兴趣的 就是对任何一个点来讲 在local方向 它沿着哪一个方向的单位长度的变化量最大 那个也就是最严重的 因为通过同一个点 我沿着不同的方向就有不同的N1N2N属力 那我的单位长度就功成正应变会不一样 那到底是哪一点的功成正应变最大 所以说我们讲 我们目的是要找到 某一组N1N2N属力 使得这个E sub n最大 可是我们从试子看出来 会使E sub n最大 就会使这个F型N 也就是M 也就是F型I接NiN接最大 所以我们问题是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边有一个函数 NiN接 它就是F型of N1N2N3 给我一组N1N2N3 带进去就会有一个值 我们的问题就是问 这些等于多少 会使这个值产生maxima 会使这个值产生maxima 也就是说沿着哪一个方向 我的功成应变会在 我再强调 会使F型i接Ni接 也就是你们荧幕上这边看到 F型N最大的那一组 N1N2N属力 也就会使这个功成证应变最大 所以我们忽略掉这些根号 只找F型i接NiN接 OK 因为Yi接NiN接很明显 就是F型of N1N2N3 你们从国中就学过 我要找到一个极值 唯一的方式就是什么 假定这个函数 F型of三个变数 我要找到哪一组变数 使这个产生极值 最大或最小 就是把这个函数 分别对它来为分 所以我们知道 要使某一组 N1N2N属力的微分 就必须满足这个方程式 F型N对N1的微分等于0 F型N对N2的微分等于0 F型N对N属力的微分等于0 但是 这组N1N2N属力 它不是没有限制的 因为它代表了 某一个方向的单位向量 所以N1平方加N2平方 N属力平方要等于1 它必须要满足这个限制 那这种问题 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 是数学上很典型的 有限制条件的最佳化问题 所谓的最佳化就是 我们要找到某一组值 使这个F型N产生最大或最小 这就最佳化 限制条件就是说 我的变数范围 N1N2属力不是任意的 它必须要满足一个限制 N1平方加N2平方 N属力平方等于1 要满足限制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这三个N就代表 某一个方向的单位向量的方向于弦 所以加起来一定要等于1 那这种解法 我们数学上有一个 非常常见的方法 OK 我们叫做Lagrange Multiple 它的做法是什么 这也很简单 我定义一个新函数H 我把那个 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要解这个方程式 但是我要把这个限制条件 要算进去 那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我在原来的方程式里面 加上我这个限制条件 所以我们define一个新的函数H 等于原来的函数 然后加上 这边是用减 减掉一个浪打 乘上 我这个括号你们仔细看 这个括号就是我的限制条件 NNI-1 如果要满足这个条件 就是NNI-1要等于0 如果我找到的NNI-1 真的满足我的限制条件的话 那H就是等于我的YN 假定我找到的N1 N2N属力满足我的限制条件 那H就是等于我的YN 可是这边多了一个参数浪打 因此H变成有四个参数 就是我要找到 某一组N1 N2N属力 跟某一个浪打值 使这个H产生极值 我再强调 会使H产生极值 就会使这个Apsilon-sub-N 产生极值 所以我们方程式变成这个 分别是H对N1N多N11 为分等于0 以及H对浪打为分等于0 我们先看第四个方程式 H对浪打的为分等于0 H对浪打的为分等于0 代表什么 就代表N1平方加N2平方加N属力平方 减1等于0 或者说那三个平方和等于1 所以第四个方程式 就是等于我前面的 限制条件 因此第四个方程式我们不管了 我们只管前面这三个 H分别对N1N2N属力平方为分等于0 那我们看 我们就先通视 刚刚Ni我们这边就对Nk 这对一个通视 H对N-sub-k的为分 照我们前面来讲 照我们前面来讲 也就是H对上N-sub-k 就是等于 Yi接NiN接 加上浪打 乘上NiNi-1 对Nk的为分 那我们先把这个式子 这样浪打 好 第一点 你们先看 这个浪打 跟这个N是无关的 所以浪打 对Nk的为分就会等于0 所以这一项没有了 那我们看第一项 Yi接NiN接对K的为分 Yi接是个定值 指的是那一点 它跟N1N2N属力无关 所以算是Constant 所以只有NiN接 对Nk的为分 那依照迁入 我们先把 就是等于 Ni-k Ni-k 乘上N接 再加上 Ni乘上N接 K 这Komma指的 就是对Nk的偏为分 这是第一项 然后第二项 它是NiNi 浪打乘Ni 浪打不变 当作常数 NiNi的为分 都是等于 Ni-k乘Ni 所以有两倍 所以加上两倍的浪打 Ni-k乘上Ni 最后我们讲的 浪打的为分 这个浪打对N的为分 就等于0 然后我们再下来再看 第一个 Ni-k的为分 照我们前面讲的 因为N1N对N持续 是互相独立 所以Ni-k的为分 就等于ΔIk 所以这边就变成了 ΔIk乘上N ΔIk乘上括号 ΔIk乘以NJ 加上ΔIk乘上Ni 加上ΔIk乘上Ni 然后加上两倍的浪打 ΔIk乘上Ni 接着 接着 我们把这个ΔIk乘到这里面 因为这边是一个ΔIk 这边有个Ni,有一个ΔIk 有一个ΔIk 所以我可以把I换成J 所以我们这边 得到了下面的这个式子 第一个应该是ΔIk乘上Ni 第一个应该是ΔIk乘上Ni 再加上ΔIk乘上Ni 因为这个是要等于ΔIk乘上Ni 得到了这一项 而这个呢 也就是说 它这个项就是ΔIk 减掉浪打乘上ΔIk 再乘上括号 乘上我们的Ni 乘上Ni 是等于0 而这个式子 你们记得这个里面 事实上有四个位置数 一个是浪打 然后是N1N2N3 可是这个反过来讲 这个展开来 就是下面的这个式子 就你们看到的 如果我们假设浪打是已知 就只有N1N2N3是位置数 而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三元一次连领方程式 但是等号又变成等于0 是homogeneous 那我们在第一章就跟我们讲过 碰到这种三元一次连领方程式 而且是homogeneous 它有一个trivial solution 就是N1N2N3都等于0 这个方程式一定满足 可是这个trivial solution 不是我们真正的答案 因为如果N1N2N3都是答案 那N1平方加N2平方加N3平方 不等于0 不等于1 它不满足我们的限制条件 所以N1N2N3等于0 不是答案 那我们要找到 为了典型的trivial solution 只有一个 只剩下一个 就是左边这个系数的行列 是要等于0 左边这行列式的系数要等于0 那从这个行列式 我们就可以解除我的浪打 而这个问题 事实上 这个式子也就等于 我用矩阵来写 也就是等于 矩阵ε乘上N N等于浪打 乘上N 因为这个就可以 变成 矩阵的ε 减掉浪打 乘上我的单位矩阵 然后再乘上N 等于0 把这个搬过来 所以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式子 就是特征值问题 这就你们知道的 特征值问题 因此我们是讲过 如果我们要找到 主应变 事实上 最后就会变成 特征值问题 所以我们下一步 就是要让这个系数的 行列式值 等于0 然后减浪打 如果我们把这个行列式 乘开来的话 它可以 大家注意 它可以 很明显 这个行列式等于0 是一个一元三次方程式 它的变数就是浪打 所以最高是 让打到三次方 我把这个行列式 展开来整理一下 可以变成这个形式 我们把它写成 让打三次方 减掉 iε 让打平方 加上 2ε 让打一次方 再减掉 3ε 等于0 展开来可以变成这个形式 这个方程式 这三个就是代表这个方程系数 我让它分前面的浪打三次方 等1 乘出了 我让它等1 这三个代表这个方程式的三个系数 然后各位记住 这三个系数 分别跟前面那个 Aption i 阶的关系是 如这边所示 例如第一个系数 就是等于三个正义变相加 第二个系数 事实上 我们先讲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等于整个Aption i 阶的行列式值 第二个系数 比较特别 等于Aption i 阶的这个三个Core Factor 这本来是我的行列式 你们看 我这三个小矩阵 我的三个小矩阵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这个小矩阵 1 2 3 4 这个变成了一个小矩阵 2乘2的 然后加上 这个变成了一个小矩阵 最后第三个 是 这四个的小矩阵 等于是 第二个系数 就是等于这三个小矩阵的相加 第三个系数 就是这三个 三个小矩阵的行列式值三加 第三个系数 就是等于整个Aption i 阶的行列式值 当然它也可以 如果我们要用那个下标符号 可以写成下面的这个形式 这我不在那边多讲 我们会这样显示 但是等下告诉我们 因为这三降组者这三个系数有它的意义 如果各位真的要展开 假定各位真的要解浪打 直接用行列式的乘法乘出来 不要去带这三个公司 这三个是等一下我们有特别意义的 所以跟各位说一下 你带这三个公司来找这三个系数太麻烦 你竟不如啊 因为真正做的时候 这个Aption 1223都是值 都是时数 你直接沉下 沉开来就好 还比较简单 只是这边先说明一下 真正要做的时候 不要用后面的公司去算这三个系数 意义不大 直接把这个行列式展开就好 这乘起来快一点 这我们先说明一下 但这三个系数我们这边讲有它的意义 尤其是第一个 等于Aption 1A加Aption 2加Aption 3 这三个是这行列式的系数 你如果沉开来以后 再去跟这样算的比对或一模一样 但不要忘了符号 正负正负 以及浪打三次方要等于1 这三个系数 我们叫做 Straint Invariance 硬变不变数 Invariance Invariance指的就是不会变 什么意思叫不会变 它的意思是 我随着坐标转换的时候 它也不会变 怎么说 大家听啊 针对受力工作间这任何一点 我本来是这个坐标系统 我会有一组 Apple I接直 我现在做一个坐标转换 我现在做一个坐标转换 我会得到另外一组 Apple I接 依照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公式 等于浪打I L 浪打J M Apple I M 依照这个我会得到一组新的Apple I接 都得同一点 然后我们知道 举例来讲 可是它的Apple I接 一定不等于Apple I接 akap Zoom 回到前面 我们先看第一个不变 不变值 Eаю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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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是三个 degي边箱 但是 E Polish Eüre E Chloe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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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2加Y33一定等于 Y11プラン加Y22プラン加Y33 这个就是它所谓的叫strain invariance 也就等于说针对同一点的应变张量 我经过坐标展换 每一个应变张量分量都会变 但是这些应变张量在这三种组合 结果永远是一样 结果永远是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我给你一组应变张量 我要你依照这个公式给我计算其他的 你只要算出来 你知道原来11233 你这边我只要算Y11プラン跟Y22プラン就好 Y33プラン就是等于原来的三个相加 剪刀心算出来两个就会得了 我不要再带这个啰哩啰嗦的公式 这个是指的它为什么 它们叫应变不变值 因为它们不会随着坐标的转换而改变 我要强调当你做坐标转换的时候 应变张量每个分量都会变 可是这三种组合的值永远是一样 所以它们叫应变不变量 Train invariance 这是有原因的 它们为什么不能变 我们要证明有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可以证明的 我们要证明这个结果 为什么要证明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后面会跟各位解释 这个方程式会解除三个根 而这三个根中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点 产生的最大的工程应变 那你们现在想想 我坐标转如果 我针对红色的坐标系统 我说是这个方向的工程应变 最大而且是等于千分之零点五 零点零零五千分之五 那我换成这个新的坐标系统的时候 这个方向跟这个值会不会变 当然不会变 因为我的最大应变 或是它的方向跟坐标转换是无关的 因为坐标转换只是会改变我的 ε值 但对它实际的物理现象不会改变 我这边所受到的外力产生的位移场 就是在这个方向会产生最大的应变 等于千分之零 那我坐标怎么改 只是使得这一点的应变值会变 但是它的物理结果不会变 但是它的物理结果不会变 坐标转换不会改变它的物理结果 坐标转换不会改变它的物理结果 所以既然我们后面知道 这个方程式解出来的根 就会产生就是最大应变 工程应变 那坐标转换也就不应该改变我的系数 因为如果坐标转换会使这个系数改变的话 我解出来根就不一样 也就暗示坐标转换会影响到我的物理现象 那是不合理的 所以因为坐标转换不能影响物理现象 所以坐标转换也不能影响到最大的工程应变值 因此坐标转换不应该影响这三个系数 所以我们要证明这三个系数的值 也不为谁的坐标的转换而转换 事实上它不会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值叫做应变不变值 那我们下面一个简单给各位看 比如说原来的坐标系统是X1X2X3 转换后的坐标系统叫X1型号X2型号X3型号 这个坐标还是正交转换 就是直角转直角右手螺旋转右手螺旋 所以它会满足这个我们讲的那个正交公式 我们下面这边写的是就是倒数第二行的这个公式 抱歉老师没有有点反光看得不太清楚 反的好像是浪达的 浪达KI乘上浪达KJ 浪达KL乘上浪达KI等于德塔LI 类似这个 拍掉满足 而这个浪达不是我们 这个浪达不是这个浪达 不是这个方程式里面的浪达 指的是我前面的 它的那个方向余弦 也就是浪达KI是等于 新的XK轴跟旧的XI轴之间 夹角的方向 口散影值 抱歉跳太快 OK 所以那我们证明一个比较简单的给各位看 你们就看假设 1X应该等于XI依照我们的定义 就是X1X加X2X 然后把这XI转到新的坐标系统 所以我们这边得到了一个浪达 浪达LI乘上浪达的KI 再乘上Epsilon的KL 信号 记得 还是我强调的 第一个下标是跟着转换后的走 第二个下标是转换前的 我会得到这个 可是呢 我们会得到这个Epsilon的KL 然后因为这个是正交转换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浪达KL乘上浪达的KI 就会浪达KL乘上浪达的KI 就是等于德塔的KL 所以呢 我们这边变成了 德塔的 德塔KL 所以这边变成了德塔KL乘上EpsilonKL型号 那不就等于EpsilonKK型号 或者等于所谓的EpsilonII型号 这就证明了第一个 转换前的Epsilon 万万加Epsilon 多加Epsilon 等于转换后的Epsilon 万万加Epsilon 那后面的 二Epsilon 跟三Epsilon 证明都在这 我不是这边细讲了 你们自己看看 我们只能告诉 因为我们可以证明 这三个系数 这个方程式的三个系数 不会随着坐标转换的值而改变 所以他们叫做 应变不变值 而我们要确定 它不会随着坐标值 坐标的转换而改变的原因 就是因为要确保 这个方程式解出来的根 因为是代表某种物理现象 它不会随着坐标转换而改变 我来强调 坐标转换会改变数据 但是不会改变物理现象 关键是 你们要知道 这三个系数 就这三种组合 不会随着坐标而改变 这边这个证明 你们自己参考 一下就好 然后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这个我们不证明了 这个证明很啰嗦 你们都知道 这个方程式 是一个一元三次方程式 它会有三个根 通常来讲 它的三个根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三个都是实数 第二个一个实数根 两个共二负数根 就是会有两个是虚数根 可是 如果一个一元三次方程式 它的三个系数 是依照 这个组合成的 依照这个组合成的 那可以证明 这个方程式的系数的根 一定是实数 三个根都是实数 不会有虚数 这是可以证明的 你这个Apple IJ 你不要管什么 你随便选九个数据带进去 只要你是三个 是依照这个 所算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证明 这三个根都是实数 也就是告诉各位 特征值问题的那个行列是 解出来的三个根 一定是实数 它不会解除虚数 你只要解除虚数 你一定哪边算错了 这也是有原因 为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方程式解出来的三个根 它有代表 它有它的物理意义 我们会告诉各位 代表工程应变 工程应变不能有虚数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保证这个根 这个方程式解出来的根 一定是实数的话 那你根本不能证明 你的推导是对的 这个是我们工程人员不会讨论 但是搞数学的人 就会很注意 这是一种严谨性 我再给各位讲一提 这让各位了解一下 这个逻辑观念 我们要找到看哪个方向 我们要找到看哪个方向 会产生最大的工程应变 结果我们推出了这个方程式 然后我们后面知道 这个方程式解出来的根 代表了最大的工程应变 所以在我们继续做下去以前 要证明我们的推导是正确的话 我们就要保证 这个方程式解出来的根 第一它不会随着坐标转换而转换 所以我们要证明 这三个系数不会随着坐标转换而改变 我们证明了 第二个我们也要证明 这个解出来的根一定要是实数才合理 那我们这边不证明 但是也有人证明了 因为有了这两个证明 我们可以说到现在为止 这个推导没有错 很多物理问题都是从数学观念推导来 但是在做推导 我们学工程人不太会注意 这个数学上的合理性 都觉得推下来OK就OK 但实际上你们要有这种习惯 你必须在推导的方程式的过程之中 随时随地去检查它合不合理 以便提早找到错误 所以我们在讲 这些证明不重要 但是这些观念很重要 就为什么要做这种证明 因为你没有这些证明 你根本不能说你写的是对的 假设 那现在我们都证明 这两个都证明了 说我们会得到三个根 所以这个方程式 我们会得到三个根 那把每一个 那把每一个根 每一个根 带到我原来的方程式 我们指的 就是这个方程式 每一个浪打 浪打我们把三个根叫浪打万 浪打图浪打熟利 我们把每一个根 带到这三个方程式 就可以解除 N1 解除一组 N1 N2 N属力 而这组 N1 N2 N属力 我们就把它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特征项量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各位 当这个行列是等于0的时候 就代表了这三个方程式 是相一方程式 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解出来 真正的N1 N2 N属力 这三个变数 你只能解除两个 你会解出来的是 N1等于几倍的N属力 N2等于几倍的N属力 也就等于说 如果你只把浪打 等于浪打万带进去 这三个方程式 会变成相一 所以等于是两个方程式 所以三个位置数 你只能解除 比如说N1 等于0.5倍的N2 N属力 N2等于0.7倍的N属力 类似这样子的结果 你没有办法真正解除 N1 所以你还必须 要配合限制方程式 加上这个才是第三个方程式 你就可以真正解除 N1等于几 N2等于几 N属力等于几 而这个一定会满足这个 所以我们再强调 如果你得到了某一组浪打 带到这个方程式 你必须要再配合N1平方 加N2比较N属力平方 等于1 等于1 这个才能真正解除 一组 N1 N2 N属力 不要忘了 那这组 N1 N2 N就代表 这个方向 会是 εI J Ni N J 产生极值 这个就是会产生极值的方向 有三个方向 因为我有三个浪打 我再说一下 我们必须要配合这一个 因为这个你带进去 三个只会变成两个 它是相一方程式 有一个会多余的 你要配合这个 这就是我们下面这边 写的 你把浪打腕带进去 配合 Ni Ni 等于1 就会解除一组 那我们这边就说的是 如果 针对浪打腕 所解出来的三个根 我们把它写成 N的 Super1 Subi 针对浪打腕 我们会解除一组 那个三个方向鱼鞋 我们把它叫做Ni Super1 这个1 指的就是针对浪打腕 第一个根解出来的结果 这个记得 就算用文字代替 也不要给它 SUM 或者 它不是下标 我们真正 张亮符号指的是下标 所以它的方向 我们叫E1 E的Super1 这个方向指的就是 会使那一点 工程应变 产生极值的方向 我们等于Ni 1 E的I 或是N的 没有 这边没有 衣术里 这边的佛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偶尔会有点令人混淆 所以针对浪打腕 它用信号一样 好吧 这个我们就是 我把它用1万锦号 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1万指的是原来的H1方向的单位向量 这个的指的就是针对浪打腕所对应出来的那个方向 OK 所以我们这边加一个锦号 记得1万锦号跟1万是不一样的 那针对浪打兔解出来的方向 我们叫E2锦号 针对浪打兔解出来的方向 所以我们解出来叫E数据锦号 所以我们会解除三个根 会得到三种方向 三种方向解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了 N万平方加N多比较 N数据平方等1 这个上标 123就代表了三个浪打所对应的方向 下标还是代表我们的分量 那我们第一个 那我们知道了 沿着 比如说我解出来的一组N值 比如针对浪打腕 我解出来的E1锦号 我知道沿着这个方向 我会产生的工程正应变最大 或是最小 不管 可是这个值呢 我们想要知道它是等一几 就是最大的工程正应变等一几 那就是我们要查的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在这个三个方向 会产生几值 问题是这个值到底是多少 那很简单 我们就把我们解出来的这个N值 直接带进A1I接NIN接 我们要带进去算 所以 这边大家看我的介绍 所以我们下面写的A11锦号 指的就是针对浪打腕 得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 现在针对这一点值 我解除三个浪打 每个浪打都会得到一个方向 那沿着这个E1锦号方向的 E1I接NIN接的值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E1锦号 也就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值 看似等于几 记得它不是真正的工程正应变 它跟工程正应变还是有点差 但是它大反的工程正应变就会跟着大 所以 依照我们这上面看的 我的A11锦号 就是等于我的A1I接乘上NI的E SuperE乘上N接的SuperE 那是我们的本身呢 那是我们的定义 但是这是我们的定义 但我们先看 这是我们的原始方程式 A1I接 A1I接 剪掉浪打的德塔 这边用的是 解密者 A1I接 抱歉 这个妈妈一一不动 游标会不见了 A1I接 剪掉浪打的德塔I接 乘上我的N接 等于0 那是我们原来的方程式 N接1 我把它N等 用Super1的带进去 那我把这个乘开来 把这个浪打的搬到右边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得到 A1I接 乘上我的N接1 等于让打I 让打I 乘上我的N 等于让打I 乘上我的N接1 因为这个是 这本来是接 这个本来是接 可德塔I接 乘上N接 就变成NI 所以我最后就变成了 A1I接 乘上我的 A1I接 A1I接 等于我的让打 等于让打 乘上我的N stopI 然后我再把这个式子 左右两边都各除上一个NI 都各除上NI 那等号左边就变成A1I接的NI I super1乘上N接 super1 等号右边呢 变成让打的NI super1乘上NI super1 可NI super1乘上NI super1就是等于1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了这个结果 A1I接 A1I接 NI super1乘上N接 super1 等于我的让打 1 等于我的让打1 那其他的是类似 如果是乘上N的super2 就等于让打2 乘上N的super3 就N3 所以我们这边得到了结果 所以结果是 我本来要找一组N1N2N3 要找到一组方向 要使这个值是产生极值 是产生极值 然后我经过公私推导 我得到了要解这个方程式 要解这个方程式 我可以解出三个根 然后解出三个根以后 我们就知道 针对这三个根 每一个根都可以解出一组方向 而依照我们的推导 这三个方向 就会产生这个的极值 而我们这边证明什么呢 这个方向的这个值 就等于我解采的让打1 这个方向的这个值 就是让打2 这个方向的这个值 就是我的让打3 所以我们讲了 这个三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解出来的三个根 就是这个的极值 如果这个 我们把它当作大小排列 这个最大 这个最小 这是中间的 那这一个 就是这一组 Api接 在这一点 Api接 它会在这个方向 产生的最大值 这个就代表在这个方向 会产生的最小值 这中间 但记得 如果这个是 比如说是千分之八 这个千分之二 不代表这是千分之五 这个不是这两个的平均 我再强调 这个不是这两个平均 但这就是我的三个主应变 所以这个解出来根 就是我的三个主应变 这三个所对应的方向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主应变方向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主应变方向 这个跟各位 材料力学学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直接 从三维的来算 材料力学的木耳元 只能算二维的 所以真正 以后你们要算主应变 不要去翻材料力学 直接解这个方程式 那同样的 如果这我们讲的 这一个不是真正等于工程正应变 不是真正等于工程正应变 但是如果工程正应变很小的话 这个值就会等于工程正应变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工程正应变很小的话 这三个主应变 就是等于这一点的三个 这三个方向的工程正应变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倒没有什么信息值 这边再提一下 我来讲 我们本来的目的 是要找 这边的M值呢 就是这个 王百安莫里斯要找 在这一点哪个方向的 这个值最大 那这三个方向 就是在这一点 会使这个工程正应变 产生极值的三个方向 只要我们找出来的 三个主应变 这个东西 不会完完全全等于正应变 因为它有这个关系 可能工程正应变很小的话 这两个值就会接近 所以就会变 那就等于是 这三个值 你就可以当做 也就等于说 在弹性力学里面 你们可以把这三个正应变 这三个主应变 Principal strength 当做我们的正应 工程正应变 在弹性范围 在数性范围就不敢说 如果变形在弹性范围的话 是可以的 这我们现在已经找出来了 到这边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告诉各位了 给我一个Aption I接 我可以得到这个方程式 这方程式可以解除这三个根 这三个根可以得到三个方向 代表在这个三个方向 会产生 这个或是这个的极值 然后这三个方向的 产生的这个值 我们知道就是这三个根 如果我把这个是最大 这个叫最小 就代表了在这一点 这一点的这个应变场的时候 我沿着这个方向 产生的工程正应变最大 沿着这个方向 产生的工程正应变最小 记得这个包括正负号 如果这是千分之二 这个是千分之负五 那这个最大 这个还是最小 这包括正负号要算进去 我们一般就是把 把让达万多造的大小排列 那下面呢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 这三个方向 我们叫做主应变方向 principle strength direction 你们自己嘲笑 我讲也好像漏写了 这三个就叫做principle strength 这三个方向叫principle strength direction 这三个方向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下面先看 假设我们现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1的 一个是2的 所以我们这边写 本来依照我们前面 依照原始的基本公式 Yi接N接1 会等于浪达的ni1 Aptioni接的N接2 会等于浪达的ni2 记得这边都是ni 会等于浪达的ni2 然后我把第一个方程式 乘上ni1 ni2 第二个方程式 乘上n接1 我们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乘上ni1 第一个乘 抱歉啊 就我们讲的 第一个我们乘上ni2 第二个乘上ni1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先看等号左边 都是Aptioni接乘上n1 n2 这个我经过了下标的变数变换 事实上我会发现 这两个相减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会等于0 那我们就得到了 也就是等号右边这一行 它会等于0 记得从这边到这边 我们就说这是两个相减 好像不一样 但是我经过下标的变换 证明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等于0 得到这个结果 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浪达1减掉浪达2 括号乘上ni1跟ni2 是等于0 好 如果浪达1不等于浪达2 也就是说解揣的根不一样 因为你不要忘了 一个方程三元一字方程是 就算解揣是三个十数根 也有几种情形 第一个三个十数根都不一样 第二个有两个重根 两个根一样 一个根不一样 还有第三类三个根都一样 三个根都一样 那我们现在假设 解揣三个根都不同 如果解揣的三个根 有两个一样 那有另外的物理意义 我们等一下再说 先谈解揣的根的物理意义 都不一样 那浪达1不会等于浪达2 那我们就得到了ni1 乘上ni2 是等于0 可是ni1乘ni2 事实上就等于是 11锦号 DOT1图锦号 也就等于说 这两个方向 DOT值等于0 两个单位向上 DOT值等于0 代表细打是90度 所以代表这两个 互相垂直 所以我们最后 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类似的 我们可以证明 这三个主应变方向 互相垂直 因此它们可以形成一个主应变坐标系统 这三个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任何一点三个主应变方向是互相垂直 既然三个方向垂直 它们也可以变成一组线性直角坐标系统 这个直角坐标系统 我们就叫做主应变坐标 主应变坐标系统 所以你们下面现在看的 我们给各位整理一下 第一 给我一个应变场 我可以得 记得这些值各点都不一样 这一点的三个主应变方向 跟这一点的三个主应变方向 是不一样的 主应变值也会不一样 所以针对一个工作件上的任何一点 我可以得到一个应变值 从那个应变值 我可以得到这个特征方程式 得到了这个特征方程式 我可以解出来三个根 我们把它从大到小排列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特征值 从这个每一个特征值 我们可以得到一组特征方程式 那个特征向量 这个也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应变值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主应变方向 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主应变方向 我可以主应变方向 那是我的向量 然后这三个主应变方向 就是可以形成一个主应变轴 坐标系统 可以形成一个主应变轴坐标系统 然后一般来讲 我们 这个等一下再说 会形成主应变轴坐标系统 而这三个方向 就是分别会使 让打腕对应的方向 也就代表在这个方向 会产生最大的工程正应变 让打熟力对应的方向 就是会使这个方向 产生最大的工程 最小的工程正应变 让打熟力 让打兔所对应的是中间 我再讲 这个跟你们财务力学 所学到的末尔元 不完全不太一样 结果是一样 末尔元只能处理二维 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三维 你是要做 我们就从三维的 做起 我这边 那我们一般来讲 反正让打腕的处理 我们就从最大 没有人规定 但是这是一般习惯 让打腕的值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应变 小应变的时候 就是最大的工程正应变 让打熟力就是最小的 那我们通常是对让打腕有兴趣 最主要找的是让打腕 因为代表在这一点 就是这个方向 变形会最严重 好 刚好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作业 下面就告诉你们 某一点的一个应变值 应变张量 这是某一点的 我们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们就找出 这一点的三个主应变方向 这只练习一下 找出这一点的三个主应变方向 好几个简一变等于零 这会让你们解方程式的时候 简单一点 先告诉各位 这个值我是随便写 不保证这个出来的方程式 三元一致方程式一定很好解 但我已经让好几个简一变等于零了 因此应该不会太难解 而且提醒各位一下 我猜各位已经有同学 有了我去年的档案了 我们先告诉各位 今天的作业 跟去年的都不太一样 千万不要闭着眼睛照抄 从现在开始的作业 都不会跟去年的作业完全一样了 各位不要闭着眼睛照抄 尤其这一个 跟去年的作业有点像 但是不一样 千万不要把去年的答案拿来 那个就是零分了 我再提醒各位一下 这一个张亮 跟去年的作业 乍一看很像 乍一看不一样 不要拿着去年的答案照抄 这是第一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各位想一想 我只要你们决定 假天通过这个点 通过这个点 有一条无限小的线段 这个不是单位项链 可能那个线段 就是等于这上面讲的 2i加上3k 这是一个方向 你们告诉我 沿着这个方向 Green Normal Strength等于几 就是依照Green Strength的定义 它的正应变是等于多少 记得我不是问你们工程应变 我是问你们Green Normal Strength Green Normal Strength等于几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作业 因为我这个今天 昨天半夜才上去的 所以各位如果说 你们是昨天以前就下载了档案 应该没有这一题 你们要不然现在抄一下 要不然就回去上网 再重新把这一页下载一下 这是我昨天半夜才上传的 所以各位应该没有这一题 你们有的话题目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仔细对一下 你们有的话是旧的档案 那是去年的 题目不太一样 尤其是张亮千万不要超错 OK好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有关这个主应变 剩下的问题 我们下一次上课时候再说 先给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第二章跟各位谈到 第二章跟各位谈到的是 应变跟变形的问题 考虑到一个受力的工作件 OK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受力工作件中的位移场 U sub i U1 U2 U3 它们是function of x1 x2 x3化 依照这个 我们跟各位讲 我们define了一个应变 我们define一个应变张亮 A1 I接 我们直接只考虑 没有我就这样的写 我们考虑到一个应变的张亮 这是一个二维的张亮 define二维的张亮 等于二分之一的 Grading U的transpose 加上Grading U 再加上Grading U 乘上Grading U的transpose OK 这是我们定义出来的一个 所谓的 定义出来的 定义出来的Grading U 而这个Grading U 跟那个受力工作件上的 任何一点 带入那一点的坐标 我们就会得到某一个应变值 而这个应变的张亮呢 跟通过那一点 某一个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会有关 我们说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DS 变形后 长度 从与变形前的长度 平方 减一 我们说等于 Yi接 Ni N接 也就是我知道 通过受力工作件上的 任何的某一点 的某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 那个微小的线段 它的方向于前 是N1 N2 N2 N属力的话 那 这个小线段 它的长度的变化 这是变形后长度 这是变形的长度 跟我们的Yi接 一般来讲 是这个关系 OK 然后 一般来讲 比如说我的正应变 Y11 严格说起来 不等于 我的 沿着X1 方向的E1 有一点点差别 只有在很微小 小变形的时候 所谓我们讲的小变形 也就是 所谓的是在弹性变形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说 Y1 正应变 依照这样子的定义 所定义出来的正应变 大约会等于 我的工程应变 简应变 大约等于 我的工程简应变的一半 OK 我们比较讲 是在小 我这讲掉 我们是依照这样子的位置上 这个定义 定义出来 这个Green Strain Green Strain 正应变 简应变 严格说起来 如果变形量太够大的话 它不会刚好等于 工程正应变 或工程简应变 只有在小变形的时候 它会等于 大约等于 工程正应变 或工程简应变 然后接着我们告诉各位 那我们希望考虑 一个工作建设 某一点 通过那点 无数多个方向 有无数多个方向 小线段方向 我们想知道 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方向 会使这个值 Yi接 Ni N接 产生极值 哪个方向 这个值会最大 那依照我们 那个推导出来 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 Yi接 N 等于 浪达 Ni 我们得到 类似这个特征方程是 从这个特征方程是 我们要解这个出来的 要解这个浪达 OK 要使这个搬过去以后 它的航列是等于零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子 浪达 减掉 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 一个浪达的三次方程是 OK 浪达三次方程 减1A 这1A 2A 3A 要记得要正负正负 1A 2A 3A 是代表这个方程式的系数 而且这三个值我们叫做 Strain Invariant 硬变不变值 因为这三个值都是 Function of Yi接 例如1A 就是等于 Y1 Y2 Y3 但是我们已经证明给各位看了 如果是在坐标转换的时候 假定坐标转换 Yi接 跟Yi接 信号 就是这个坐标转换它的值 Y1是不等于Y1信号的 但是 像这个组合 Yi就永远等于Yi信号 OK 就永远等于 也就等于Y1 Y1 三个正硬变的相加 永远是一样的 那我们把它是叫 我们可以从这个方程式 直接可以减浪打 那这边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三个系统很重要 如果你直接设行列是等于0 你可能会得到 两倍的浪打三次方 加上四倍的浪打 减掉 四倍浪打平衡 减掉了六倍的浪打 加减八好了 那时候我问你 它的Strend Evaluation是多少 第一点 你们一定要让这边等于1 所以只要除过来 所以这个方式 你要先变成浪打三次方 加上两倍的浪打平方 减掉三倍的浪打 再加4等于0 先变成这样子的结果 然后我们少下对照 这个应该是负的 而我这边写的是正2 所以我知道 1Epsilon是等于负2 代表三个正一面相加 等于负2 OK 然后同样的道理 这边是正的 而这边是负的 所以代表2Epsilon 是等于负3 不是正3 那这边呢 这边是负的 这也是负 等一下 一样 抱歉 我刚刚看出了 减八 这边应该是减4 而这边是负 这边是负 所以3Epsilon 是等于4 等于正4 OK 这是这三个 Strend Evaluation之间的关系 因为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三个应变值 还影响到 很多其他的物理现象 所以你们第一点 不要把这三个应变值 给搞错 我再强调 我们一般来讲 设行列是等于0的时候 你不要依照我们 讲印上的公式 直接用那个 应变的资料 来算这三个系数 直接就把行列是 展开快一点 但是展开了以后 如果 浪打三次方的系数 不等于1 你们要记得先除过来 然后记得正负正负 不要把1Epsilon 2Epsilon 3Epsilon的系数 给搞错了 这是我们这边 先提醒各位一下 然后 从这边 我们可以解除三个根 浪打1 浪打2 浪打3 而这三个根 我们后面证明 它就是在这三个方 从浪打1 我们可以 带回原来的这个方程式 配合 NI NI等1 因为这是方向余弦 所以方向余弦 平方和加起来 应该要等1 它代表一个方向 从浪打1 我们可以解除一组 NI 1 这个可以解除一组 NI 2 这个解除一组 NI 3 就分别会解除 三个方向 而这三个方向 我们指的就是 会产生最大 会产生最大这个值的方向 我们叫主应变方向 然后把这个方向 带到这里面 结果会证明 它们就是等于 浪打1 浪打2 浪打4 所以这个根 解除了三个根 我们就叫做主应变 三个根都叫主应变 假设浪打1是最大 浪打4 是最小 三个根都叫主应变 这是跟你们 材料力学不太一样的 材料力学 如果利用摩尔Circle 你们通常只能解除 平面的应变 而这边呢 我们一次就把 三个方向的主应变 统统找出来 然后会得到 这三个 我们就叫做主应变方向 那我们把这个define E1 仅刻 我们把这个define 成为这三个方向 而这三个 我们就叫做主应变方向 这三个 这三个叫主应变方向 它的方向 预先是这一些 而我们最后证明 这三个主应变方向 它是互相垂直的 可以变成一个 坐标系统 也可以 因为它是互相垂直的 三个方向 也可以变成一个 坐标系统 而这个坐标系统 我们就叫主应变 坐标系统 Principal strength Coordinate system 主应变坐标系统 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二章 第四个小节的 讲义上的第十四页 我们先考虑一下 假定 我现在选的 坐标系统 就是这个点的主应变坐标系统 它只要应变不同 它的主应变坐标系统 方向就会不一样 对这一点来讲 它是某一个应变值 这可能是它的三个主应变值 对这点来讲 它的主应变坐标系统 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每一点的主应变坐标系统 方向是不见得会平行的 不见得会平行 这大家要注意到 因为各点的 因为主应变方向 是跟应变值走 而一个工作坚 通常各点的应变 不见得会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 都是工作坚上的某一点 不是整个的全部 那我们先来考虑 假定X1信号 X2信号跟X3信号 就是某一点的 主应变坐标系统的方向 也就是说X1信号 X2加X3信号 在这一点来讲 它的这三个轴 就是 我们的主应变轴 那我们要看看 针对这个坐标系统 它的应变会变成多少 意思也就是 假设这是收率工作量某一点 这是原来的坐标系统 针对这个坐标系统 我们知道了 Y1接 它的值我已经算出来了 依照这个公式 然后呢 我也依照这边的方法 我也算出来 针对这一点 这个 这个是我的主应变坐标系统 这是这一点的主应变坐标系统 我们现在好奇的是 如果我事先就知道 这是主应变坐标系统 那针对这个坐标系统 它的应变值 会变成多少 比如说我们问的是 假定我们选的坐标系统 就是这一点的主应变坐标系统 那这一点的应变值 会变成多少 那就像我们讲的 因为它是张量 所以坐标转化 我们可以知道 依照这个坐标的观念 就直接依照张量转化观念 所以我们说 Y1接的信号 等于浪打IP 浪打IQ 乘上F1PQ F1PQ指的是原来的应变 浪打IP 第一个下标I 指的是新坐标 就是新号的坐标 P指的是旧坐标 旧原来坐标 但是我们看 而浪打IP 依照我们刚刚这边讲的定义 因为我们刚刚这边说的 这边的这个符号的定义 这个指的就是第一个 指的就是第一个主轴方向 分别跟X1 X2 X3轴的夹角的方向余弦 所以不就是等于这一个 因为这浪打IP 假定你的I 我们假设它是第一 I等于1的时候 不就是代表这个单位 这个方向 跟这三个轴之间夹角的 就这个值 那也就是这个值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浪打IP就是等于我们前面 所定义的NIP 记得所谓的NSUPERI SUBP 我再强调 就是等于 DI个主轴 跟原来的XP轴 之间夹角的cos值 那是我们前面定义的 OK 它的上标 不是真正的张量 我们要用sumension的 上标只是代替 所以NIP也好 NJQ也好 它的上标 上标指的都是 上标指的都是那个 我的新的 也就是我的主轴的 那个编号 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 yij等于N的IP N的JQ 乘上ypq 好 那我们现在一个个看 依照这个定义 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正应变 y11等于几 y11就是把I跟J 就等于1带进去 所以是等于 你们看第一行 所以等于N1P N的上标1下标P 乘上N的上标1下标Q 等于N1P N1Q 好 那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式子 这是等于什么 这不就等于 我是把第一个的 第一个主轴方向的 三个方向余弦 带到这个式子 你们仔细对照一下 就等于把第一个主轴的 三个方向余弦 带进这个式子 而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证明了 这个的结果出来 就是等于浪达万 所以我们证明了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 如果你现在所选的 坐标系统是 主应变坐标系统的话 它在第一个方向的 正应变值 就是浪达万 同样的道理 第二个方向的正应变值 就是浪达2 第三个方向正应变值 就是浪达数力 因此假定 有人告诉你说 说你现在选的坐标系统 是这一点的 它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如果我们现在告诉你 你现在选的坐标系统 就是这一点的 主应变轴坐标系统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的正应变 分别比如说 Y11等于1 Y22等于2 Y33等于3 那你马上就会知道 这个123 事实上就是 这一点的主应变 就是这一点的主应变 我再强调 这边告诉各位的是 如果我给你讲 我选的坐标系统 是对应 对这一点来讲 是主应变坐标系统 那么 对应这个坐标系统的 三个正应变 Normal Strain 就是这一点的 三个主应变 你们就不要再算了 好 这是看到 针对主应变坐标系统 所算的 那 下面 我们看 如果针对减应变呢 我们先看Y12 Y12呢 就我们这边讲的 Y12依照我们刚刚公式 等于是N1P N2Q 乘上Y的PQ 但是 先把N1P扣掉 N1P 我们说得N1P N2Q YPQ 我们看后面这个 N2Q YPQ 跟我们刚刚说的 我要导 跟我这个 导主应变的特征方程是 你们看了没有 这个 跟这等号左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等于 浪打 那个浪打处 乘上N的 依照这个定义来讲 等于乘上N的2P 这个等于这个方程是等号左边 那这个也应该就等于它的右边 右边就是这个 等于浪打2乘上N的2P 所以因此呢 我们的Aption12信号 就会变成浪打2乘上N1P乘N2P 可是N1P乘N2P呢 我们就知道 N1P是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E1警号 它的单位向量 N2P呢 是这E2警号单位向量 所以N1P乘上N2P 就是等于这个单位向量 乘这个单位向量 但DOT这个单位向量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两个单位向量互相垂直的 所以DOT直结果等于0 因此Aption12减一辨等于0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证明 Aption13Aption23都等于0 因此这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 几个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工作件上的某一点 如果我说 现在这个坐标系统 就是这一点的 主应变坐标系统 我想强调 这是我们先讲 就是这一点的 主应变坐标系统 那针对这个坐标系统 所对应出来的Aptioni阶 如果是正应变 就是这一点的 主应变值 那它的减应变呢 一定等于0 一定等于0 也就是说 针对这一点 针对这一点来讲 它的应变张量 是等于这个样子 比如说 一个1 一个23 然后其他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个坐标 这个坐标是这一点的 主应变坐标 那针对这个坐标来讲 这一点的应变张量 一定是这个形式 只有主对角线 只有那个主对角线 会有直 而那个直就是它的三个 主应变 其他的都是0 减应变一定等于0 那反过来讲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看 这句话 这个结果也可以这样子解释 这是一个工作键 假定这是我的主应变方向 某一个主应变方向 跟我这主应变方向 有一个垂直面 就是这样说 假定这是我的X万轴 这是我的主应变方向 第一个主应变方向 那这个不就是我 我手掌就是我的X2 X属立平面 那很明显 假定这个是主应变方向 那我的Sigma Sigma12 不是Sigma 抱歉 对不起 Y12跟Y13 一定等于0 如果这个是我的X2 也是主应变轴 那针对我手掌 这个就是X1 X3平面 那X12跟X23会等于0 那依照这个来讲 你们今天教的习题 不好意思 我是故意现在才说的 否则同学回去做 可能会审视一点 我上次其实给你们的是 这四个有值 我上次给你们的应变张量是这种形式 这四个位置有值 这个也有值 这个都是0 也就是你们看 这个代表 Y13等于Y23等于0 那照我刚刚讲什么 你看这三是共用的 代表什么呢 这个值就是其中的一个主应变 也就是所谓 也就是X3轴的主应变 因此 你们若说要找这一题的主应变值 首先 主应变方向我已经知道了 原来的X3轴 就是我的一个主应变方向 而它的主应变值 就是Y13 所以你们这个题目 马上会变成二维的 你们真的要再找主应变值的话 只要行列是 不是这个整个的等于0 你们只要算 只要算这个等于0就好 也就是这个行列是 这边减浪打减浪打 这样子出来等于0就好 那当然原来的是三次方程式 这个变成二次方程式 减浪打会比较简单一点 这是你们自己要注意判断的 给你任何一点的应变值 你如果发现有好几个为0 就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共通的 如果有的话 共通的值对应值 就是主应变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 只要 这个方向是主应变 那跟这个方向垂直的这个平面上 的简应变一定为0 这个我讲也没有特别写 你们大家自己注明一些 只要这个是主应变方向 跟主应变方向的垂直平面的简应变等于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起来 尤其是很多问题 事实上尤其是 你做事不见得会碰到这种 考试 常常会碰到这一类 我名义上是要你们求主应变 但是我会 已经事先给你们一些线索 已经把其中一个主应变的大小跟方向 已经都告诉各位了 这样的话你们解方程式就会简单的多 这是考试常会碰到的 真正做事不见得 但是观念还是很重要 你们一定要记得跟主应变 垂直的那个平面上的简应变一定等于0 一定等于0 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对应主应变轴的简应变会等于0 那这个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 有一个可以在做问题简化的时候 你们想 如果我们讲过简应变 这个green screen简应变 会跟我的工程简应变有关 但是不完全等于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弹性变形范围 也就是小变形的时候 我的工程那个 我的简应变就等于二分之一的工程简应变 而工程简应变的定义 是代表的一个直角角度的变化 所以如果 简应变等于0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了本来的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 变形以后还是直角 直角还是直角 这是简应变等于0的一个物理意义 我来强调 如果是 因为 给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原来的公式是 sin γ12等于 这边是两倍的ε12 然后上面好像是 这个里面不要抄 我不是记得很确定 本来的公式是类似这样子 我ε12跟姐妹 但是不完全一样 而且跟这个还有关 可是如果应变量非常小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的结果 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而现在如果这是等于0 也就代表工程简应变等于0 工程简应变等于0 当然也就是代表了 原来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 变形后 它这两条线还是互相垂直 因此我们下面这边讲的 假设我现在工作件中有一个点 我工作件中上面有一个点 而这个点呢 有一个无限小的 我们这都讲local的 无限小的一个立方体 这样子一个无限小的立方体 而它的三个边的方向 如果刚好平行于 这一点的三个主应变方向 如果是刚好平行于这一点 这个点的三个主应变方向 那么这个立方体变形 就会变成一个长方体 本来一般来讲 如果这个立方体的三个方向 是任意方向 很明显这个变形以后 一定会变成一个六面体 它的角度不会90度 可是如果这三个方向 刚好是平行于我的 应变主轴方向 那简应变会等于0 所以它的变形 就只会长度会变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长方体 好处是什么 如果你要算体积 我们后面会有一个体积变化 如果你要算体积 立方体的体积 三个边相乘 长方体的体积 也是三个边相乘 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 不是沿应变主轴方向 它变成一个一般的六面体 它的体积就没那么好算了 这是跟主应变有关的一个特点 我来讲到如果这三个边 都是平行应变主轴 而它变形以后 最多会变成一个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只考虑一个面 假定这是一个受力工作点的 某一个面 无限小的面 如果我知道这两个方向 刚好是我应变主轴的方向 那它变形以后 最多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变成一个长方形 就变成一个长方形 这些是观念了 你们到时候就会 因为有了解这些观念 你们将来真的说有时候 可以利用这些观念 来解释某些物理现象 这是我们教证门课 本来主要我一直强调 我们不重点不是在解题目 只是在介绍观念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所以你们要了解 因此我们这一小节 介绍的是主应变 你们不只是要知道 怎么求得主应变 你们还要知道 这些主应变 或是应变主轴 所代表的物理意义 这是各位自己这边要弄清楚的 好 我们下面再来看 刚刚就 那个 刚刚是给各位解释 如果是应变主轴的话 对应应变主轴的 应变张量 正应变就是我们的主应变 解应变等于零 我们现在再来看 有关这边 我们最后要讨论的一个东西是 我们刚刚那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是一元三次方程式 我们已经说了 可以证明 解采了一定是十数根 但是就是十数根 也有几种情形 第一点 它的三个根 是三个不同的十数 那是我们前面一直在假设的 可是它有可能会解出来 两个根 一样 一个我跟人不讲 就重根 甚至可以解出来 三个根 都一样 如果 你这个行列是直 算出来以后刚好变成 刚好可以 因此分解成这个结果 那 它的三个根 都是一 这就是重根 所以也就等于说 我们解这个特征方程式的时候 我荧幕上这个特征方程的时候 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个 三个根都不相同 那没事 第二个有两个根相同 只有一个不同 第三个 三个都相同 我们先来看两个不相同的case 像你们现在看这个图所示 大家不要搞混 不好意思 老师这个讲一是自己编的 有些细节 写到前面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后面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混淆 你们注意 现在 这边来讲 假设 这个原来的坐标系统 就是这一点的应变主轴系统了 这个我们前面不要 我们前面说有信号的是应变主轴 这边 没有信号的是应变主轴 就原来的坐标系统 就是应变主轴坐标系统 也就代表说 针对这个原来的坐标系统 ε1 ε2 ε3 就是主应变 解应变都等于0 然后我把这个主轴坐标系统 绕着x熟力轴 转一个角度细打 所以这个x1信号 x2信号跟x熟力信号 是新的坐标系统 我在强调原来的是应变主轴坐标系统 那针对这个坐标的转换 我们下面的相对的浪打值 我都写在这边了 比如说浪打11 就是表示这个x1信号轴 跟x1轴之间的夹角口扇值 所以浪打1是口扇系统打 浪打12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x1信号跟x2轴夹角口扇值 就最后等于扇影细打 浪打13呢 因为垂直所以等于0 同样的道理 浪打21等于负的散影细打 浪打22等于口扇系统打 浪打23等于0 那至于浪打3132 因为互相垂直 所以都是0 浪打33等于1 这是针对这个坐标转换 所对应的九个浪打值 我们先写在这边 然后我们假设这一点 就解出来了重根 因此我们说 F1 1等于F2 2 我们等于一个大写的浪打 这个是大写浪打 然后F3 3就等于浪打3 F3 3就等于浪打3 然后不要忘了 针对这个坐标系统 减应变都等于0 那我们看看 针对这个新的坐标系统 我的应变值等于什么 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个Apsule 1 1新号 Apsule 1 1新号 就是等于浪打的 L 等于浪打的EL 乘上浪打的EM 再乘上原来的Epsule L M 第一个等号右边的这一项 L互相重叠 M互相重叠 所以L等于1加到3 M等于等号右边 等应该是9项相加 可是你们不要忘了 把下面这些浪打都带进去 以及上面有很多Eps 减应变都等于0 所以把这些值都带进去以后 它事实上只会剩下这个项 就是浪打的E1平方 等于是浪打的E1平方 乘上E1 1 加上浪打的E2平方 乘上E2 2 再加上浪打的E3平方 乘上E3 3 OK 可是浪打E3是等于0 我们下面告诉各位了 所以只剩下这两个正应变 浪打E1 1平方 是CosC打平方 浪打E2平方 是CosC打平方 这两个E加在一起就是E 所以最后 我们得到了这个的结果 抱歉 得到这个的结果 E1 1新号 还是等于我原来的那个大浪打 也就是等于原来E1 1 同样的道理 E2 2新号 也等于原来的E2 2 E3 3新号 就等于原来浪打熟力 而且我们不写了你们自己看 它这个新的坐标系统的减应变 也都会等于0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虽然经过了坐标转换 但一对一新的坐标系统的应变 跟原来的坐标系统的应变 一模一样 一个值都不差 E1 2新号 跟原来的E1 2新号 每一个都一样 那这种情形之下 它代表什么意思 我原来 这是我的应变主轴 坐标系统 这是等于浪打 这也是浪打 现在呢 这个还是浪打 这个还是浪打 这个等于浪打熟力 减应变等于0 所以 这个新的坐标系统 不也是一个应变主轴坐标系统 不也是一个应变主轴坐标系统 所以这个结论 告诉我们什么 大家听 假定我解出来的 主应变三个根 有两个重根 不管是哪两个 只要有两个重根 那 假设 这个是第三个 不同的根的方向 记得 我现在彼指的是 这三个不同的根的方向 这是不同的根的方向 而这个就是我垂直的平面 跟这个根垂直的平面 这个是我的 不同的那个根的主因变方向 这是我的平面 那在这个平面上面 针对这一点来讲 每一个方向 任何方向 或是我直接 在开门话 假设 这个白板 针对这一点来讲 这个白板的垂直方向 这个 就是我的浪达出力 也就是第三个根的主应变方向 那在这个平面上面 任何一个方向 它的应变值 它的ε值 也就是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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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任何取两个垂直的方向 那两个方向 跟我第三个方向 都会形成一个主应变坐标系统 重点就是 只要有重根 就代表了 跟第三个不同 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跟的垂直平面上面 等每一個方向 我的正應變 normal strength值都一樣 我的正應變值都一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如果反過來講 類似的觀念 怎麼跳錯了 類似的觀念 如果譬如說是 浪打二等於浪打三 那就是跟浪打一的 主應變方向垂著那個平面上面 每一個方向 的正應變 都是等於我的浪打兔 或是浪打三 一樣的意思 所以當你一解出來 從特徵方程式 你們解出了三個根 結果如果你發現有重根 不要說這是不是有錯 它一點都沒有錯 它有重根 代表了 我再重次講一次 它如果有重根 代表了跟 假定正式不同的 根的那個對應的主應變方向 那跟這個不同根的主應變的 垂直方向 事實上這個平面也就代表了 有重根的那兩個方向 有重根的那兩個平面 它事實上這一點的任何方向 都是主應變方向 它可能有無數多種 不同方向的主應變 坐標系統 任選 可是重點是這個平面上面 每一個方向 它的長度變化 都是一樣的 長度變化都是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所講的 如果有兩個根 一樣的意思 那如果有三個根一樣 像我剛才講的 變成浪達減移的三次方 那個更單純 那就代表了這一點 空間的360度 任何方向 它的正應變都一樣 這一點 不管你選什麼 不管你選什麼坐標系統 都不會有減應變 不管你選什麼坐標系統 都不會有減應變 而且它的任何方向 正應變一樣 也就代表 單位長度的變化量會一樣 意思是 講白一點 如果針對正一點的應變場 你解出來的主應變值都一樣的話 代表 如果這原來是一個立方體 它變形以後 不是長方體 還是一個立方體 假定三個根都一樣的話 它只是這個立方體 看它是變大還變小 但是就都是立方體 這個是我們這邊 所給各位介紹的 如果是有兩個根一樣 或三個根一樣的意義 它代表的就是這個意思 你如果主應變三個值都一樣 你就代表你這一點 它不會從某一個方向 特別開始壞 它要壞就全變壞 要不然就全部都不會壞 因為它沒有一個方向值 是特別大 或特別小 我在強調 這個有些 我們不見得會在講義上 很明確地說 我上課的時候會說 所以你們自己要記得抄一下 要不就回顧一下錄影帶 好 那有關這個小節 最後 我們跟各位介紹一個 我們前面介紹的長度 我們前面用的是這個方向值 大家再回顧一下 這個意思告訴我們 我知道這點的應變張量 我可以算出通過這個點的任何一個 無限小的線段它的長度變化 那我們剛一直強調這個體積 如果我想知道這一點的Local 一個無限小的單位體積的變化量怎麼辦 所以我們Define的這個式子 1 小寫的1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Volumetric Strain 體積應變 你們看我們原來把這個像 我們叫做放大因子 你們仔細對照一下 這個體積應變就相等於放大因子 只是一個彈的是線段 一個彈的體 因為它定義跟這個一模一樣 就是變形後的體積 DV星號指的是變形後的體積 變形後的體積除以變形前的體積 平方減一 然後再除以二 一模一樣的定義 你們看這個體積應變的定義 跟我們放大因子 等號左邊的定義 事實上是一模一樣的 讓我們來看看 這個所謂的體積應變 所以你們要記得 體積應變跟放大因子一樣 它可以決定 你單位體積的變化量 但是它不等於單位體積的變化量 真正單位體積的變化量 應該是變形後的體積 減掉變形的前的體積 再除以變形前的體積 所以體積應變 它不等於單位體積的變化 但是我們可以算出單位體積的變化 依照體積應變 跟放大因子的意義 是類似的 是類似的 OK 那我們要算出如何計算 這個體積應變 我們就講的 我們先做一個簡化 假設我現在的坐標系統 就是這一點的主應變坐標系統 因為是主應變坐標系統 所以我們知道 減應變會等於零 因為減應變等於零 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有一個立方體 原來的三個邊 立方體是 Ds1 Ds2 Ds3 它變形而會變成長方體 重點是 原來的體積 假定是 Ds1 乘Ds2 乘Ds3 變形後的體積 就是Ds1 乘Ds2 乘Ds2 乘Ds3 乘Ds3 這個呢 會讓我們問題 變得比較簡單一點點 既然體積應變是 三個邊相乘 我們就先看 一個邊的比較是什麼 因為一個邊的比較 我們可以從這邊算出來 前面已經告訴我們了 所以我們看 第一個邊 我們先讓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先看 我們就直接看 我的講義有時候寫得太囉嗦 我們直接簡化一點 我們看 假定這個是第一個邊 這是Ds1 Ds1 然後第一個邊 它的發現是什麼 它的三個方向的法線 就是N1 因為它就是平行X1 軸 所以N1等於1 N2等於N3 是等於0 所以這一項 就只變成了 Y1 所以我現在就知道了 Ds1 除上 Ds1 Ds1 也就是說 沿著 平行X1 軸的那一個方向的線 那個方向的線段 變形後的長度 除以變形前的長度的平方 事實上 就等於2倍的 A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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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我知道这是我的主应变轴坐标系统 所以F1万万就等于我的主应变 这个就是我们的平行X1方向的 变形后线带除以变形线带的平方 等于这个 体积是什么 就是DX1乘DX3 所以依照我们刚刚所讲的体积 体积应变 我们可以得到了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DV信号的平方 DV信号 DV信号 我们现在不用系 直接用信号 信号是指变形后的 所以变形后的体积 除以变形前的体积的平方 就等于 原来变形前的三个边相乘 除以变形后相乘的平方 让我把上面的带进去 它就等于这 就等于一加上两倍的浪达1 乘上一加两倍的浪达2 乘上一加上两倍的浪达3 那你把这个式子给展开来 会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这是我们重新整 不是展开来再整理一下 它等于一加上两倍的三个主因变相加 加上四倍的每两个主因变 两两相乘后再相加 最后一项是八倍的三个主因变相乘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好 这个我们先摆在一边 我们先看看这些西数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我们讲下一页以前 先给各位回顾一下 这个是你们 我忘了你们是在国中还是高中学到的 假定有一个一元三次方程式 有一个一元三次方程式 它解出来的三个根 三个根分别是X1 X2 X3 如果这三个根相加等于什么 你们还记不记得 如果这两个根两两相乘 相乘起来等于什么 如果三个东西相乘 各位也许不是记得很明确 但是应该有印象 这个是一元三次方程式的三个根 跟它的系数之间的关系 这是你们不要在国中还是高中学的 我忘了 所以你们现在看 这些跟我写一样 因此我们就知道 如果这个是你当初解主因变的特征方程式的时候 那三个根相加 就是等于我们的1Epsilon 因为这已经是1了 让打数力系数是1 三个根两两相加 相乘以后相加 就等于第二个应变不变值 这个等于第三应变不变值 所以我把这三个 如果带入前面的 我们会到你们下来看呢 就是我这个变形后的体积 除以变形前的体积平方 事实上就等于我的两倍的两倍的两倍的第一个应变不变值 加上两倍的第二个应变不变值 加上四倍的应变不变值 然后加上1 这个式子告诉什么 当你再算主因变 得到特征方程式的时候 如果我问你 变形后的体积 除以变形前的体积是多少 就是把这几个系数组合起来 再开根号 就是变形后的体积 除以变形前的体积的 也就等于是说 当你知道这个方程式的时候 它的系数也告诉你的那一点的体积变化 你不要真正去骂 费心怎么算 还要搞一个体积再去抵层观层高 统统不需要 这个是没有任何假设 我们先强调这没有任何假设 大变形 就是在数性区 也是这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来看 那体积应变呢 我们define的体积应变 我们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所以你们看到 如果我把这个的结果 带到这个式子 这边减一 所以它后面系数加一不变了 这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两倍也不变了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了这个的结果 我的体积应变 就是等于我第一个应变不变值 加上两倍的第二应变不变值 再加上四倍的应变不变值 这就是我们的体积应变 相等于我们长度方向的放大因子 那因为这三个值跟坐标转换无关 所以很明显我的体积应变 也跟坐标转换无关 这是很合理的 我们刚刚讲的 坐标转换会影响应变张量的数字 但是不会影响物理现象 如果我在这个方向 原来的单位长度变化量是多少 我坐标转换以后 我单位长度变化量还是一样 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是一个体积 这个坐标它的体积变化是这么大 坐标转换它的单位体积变化还是这么大 坐标转换只会影响张量的数据 但是不会影响它的物理性质 这是一个 这是没有任何假设之下 我的体积应变等于这个 那我们现在看 假设我现在在弹性区域 因此三个主因变值都很小 三个主因变值都很小 那很明显 这边的这个第二项 两个两个相乘 一比底第一项小 后面是三个相乘 更一定比第一个小 所以当让打万兔数率都很小的时候 这两个可以忽略掉 因此 我们最后可以得到 只剩下第一个 第一个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一 就是等于我的一 也就是记得一 就是三个主因三个正应变相加 不见得一定是主因变 不见得一定是主因变 那这个是指告诉了各位一个什么 就它等于是主因变 但是也是等于那个 这个告诉了各位 如果我现在给你说某一点的应变矩阵 后面之后不管是多少 不见得要0 假定我告诉你某一个应变矩阵 这个形式 我不管减变多少 你只要看到它这三个正应变 Normal strength 而且因为这很小 代表这是在小应变范围 也就在弹性范围 那我问你 这一点的体积 这一点的体积应变是多少 你根本不要算 当场我就知道是-0.001 就这三个相加 -0.001 也就是说 这一点的体积 理论它的体积应变 就是-千分之一 它这一点 在这个设计状会缩小 而且当然也告诉你 因为这三个值 也等于三个主应变相加 所以你也知道 如果我现在叫你算差 这三个主应变 三个主应变的值加起来 应该跟这三个一样 跟这三个合药一样 因为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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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個驗證 你單獨解出來的三個跟相加 應該跟原來的這三個 加起來 要一模一樣 理論上要一模一樣 除非你解方程式的時候 有四折五路 那會有一點點誤到否則會一模一樣 這個是這個的 再 可是強調 這個的結果體積應變 會等於三個正應變相加 再一個條件 你們再強調一下小應變 也就是彈性變形範圍 彈性變形範圍 彈性變形範圍之下 就是要三個正應變都很小 好 那我們下面呢 來看看 它這個所謂單位體積的 變化量 這我們講的 DV信號除以DV的平方 這邊呢 DV信號然後我們如果說改成 DV信號-DV除以DV 這個值 就是我單位體積的變化量 那等於這邊多一個-1 所以這邊要給它加1 所以這個等於這個的值 這個等於這個的值 然後加1的平方 那是我們剛剛已經講的了 等於1加上2倍讓達萬 加上1加2倍讓 加1加2倍讓達數例 然後 如果 我把這個 左邊有平方嗎 那我就兩邊開根號 所以左邊呢 就變成了單位體積的變化量 加上1 等於1加2倍的讓達 開根號 乘上1加2倍讓達 乘上1加2倍讓達數例 然後這邊 有一個二項展開式 我們再寫一下 這個你們可以 這有時候可以用來簡化問題 如果 x元小1 就x值夠小 假定這個值很小 A加上B 這個AB不見得要小 重點是因為這個是變數 A跟B是常數 A加BX的N次方 可以大約就是等於A 加上把這個乘進來 NBX 大約等於這個 所以 剛剛等號就變成 1加上讓達萬的開根號 1加2倍 就可以大約等於1加上2倍的 讓達萬 1加2倍 講錯了 剛剛是1加2倍 讓達萬的開根號 就等於1加上讓達萬 對不起 應該是這樣子 就變成1加讓達萬 因為開根號通常都很討厭 有了這個因此 有了這個2向4 我們有講的 這就是我寫在 剛剛寫在黑板上的 所以現在 在如果讓達萬 這邊開始就已經 假設讓達萬 2属利 那三個值都很小 已經在彈性範圍了 那就可以寫成這個結果 1加上變成1加讓達萬 乘上1加讓達萬 乘上1加讓達數利 然後把它展開來 變成這一堆 同樣的道理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讓達萬很小 所以呢 兩個以上相乘都消掉 所以最後變成呢 最後就只變成了 1加讓達萬 加讓達2 加讓達數利 然後呢 等號左右兩邊的1又消掉 我們最後得到 我單位 如果在小應變的時候 我單位體積的變化量 就等於 這三個正應變相加 三個正應變相加 或三個主應變相加 也就等於EAP 當然這個時候 也就等於我們的1 這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如果在小應變的時候 放大音子 這兩個意思都是一樣的 我們再重生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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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變形的時候 我的M 我這個M 基本上不會剛好等於這個值 這個值 這個就是單位長度變化量 我的體積應變 也不會剛好等於這個值 可是如果是要經過這個式子來算 也就要把旁邊的這個值 先乘以2 然後嘛 先加上1 再開根號 再開根號 然後再減掉1 抱歉 我這邊露了一個平方 可是 如果是在彈性變形範圍 那 這邊算出來的放大音子 就會等於這個值 也就是說應變很小的時候 通常的道理 這個算出來的體積應變 就會等於我這個單位體積的變化量 就大約相等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體積應變 就是等於我的EA 或是就是等於我的三個正音變相加 等於我的三個正音變相加 你們這邊一定要區分 就是大變形跟小變形的關係 OK 那大變小變形的分界 基本上就當作 你是處理的是素性問題 還是彈性問題 彈性問題 我們都可以把它定義成為是在小變形 OK好 這個結束了我們這個第十個小節 跟主應變有關 一個是 第四小節 一個是如何算出主應變 以及主應變軸的一些物理意義 還有最後跟各位介紹一下體積應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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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